跟大家聊一聊华为 因为这一次王毅在会苏利文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到王毅其实有撂下了两句狠话 其中有一句就是说 中国的发展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 遵循必然的历史逻辑是阻挡不了的 中国人民的正当发展权利是不容剥夺的 与此同时我们把下一张图带给大家 9月25号就是在三妹等的这个日子啊 想要去看看华为的MAT60RS这个系列 说它会曝光七款产品 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个RS以及MAT60Pro 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 iPhone15看这两天也发布了 确实也销售的不错 但是呢相比起以往iPhone的溢价能力 就是你转手在外的这种溢价能力嘛 这次的iPhone15几乎没有溢价能力了 有供货商也表示说他们是不会收货的 因为可能没有太多的转头 行情大概溢价行情大概是在300元到900元之间 以及瑞银下调了iPhone15系列的出货量 下调了1000万台 与此同时来看到华为突袭之际呢 苹果官网上的一张客服的照片引起了争议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它的一个客服的照片 看上去特别像清朝的辫子 大家发现没有 它其实右边有一个细小的辫子 就被大家扒出来了 说很像清朝是不是涉及到了辱华的情况呢 苹果公司也是立刻回应来灭火说 我们之后会在官网做出一个澄清 目前只是还没有回应说是否是为印第安人 当然胡锡进对子也有一些 他自己的表示说 跨国公司做宣传时要细小谨慎 避免引发误会 同时他也提醒到了中国自己人啊 他说中国自己人呢 也不要放任自己的敏感 我不知道亮亮教授有没有关注到这条新闻 我们该如何的来做分析 你刚秀那个照片 右边那位听说是苹果加州的员工 那是一位女生你知道吗 那不是男生 那是女生啊 那他就留一条辫子啊 有什么办法呢 听说这是我听到苹果自己讲的 说这个就是他们在加州的一位员工 那他就是留辫子啊 那他是不是印第安人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留一条辫子 那印第安人确实在 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有留辫子的习惯 不过我查了一下照片 印第安人的辫子是比较粗的辫子 而且是两条是这样 比较粗 对比较粗 对是这样两条 那我觉得比较可能呢 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加州员工啊 那他本身是位女性啊 那其实这个新闻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就表示中美关系非常的紧张嘛 那华为跟苹果 人家把你对照来看 也是有一点火爆味道啦 所以就抓到你的梗呢 就就开始批了啦 就是这样嘛 因为我有看到他也贴了 另外一个日本当地销售的一个照片 那就是一个卷毛的一个亚洲的男性 那那个就是日本人的样子啊 就是说基本上 你如果是要在中国登的广告 那你应该用中国民众现在习惯看到的样子 比如说如果请三妹来登三妹的照片 那大概就爆红啊 对不对 哎呦最好事了 大家都来找说这个是谁啊 哎呦哎呦哎呦 总之就是要适合当地的认知啊 这个本来就是跨国广告必须要注意的部分嘛 所以我觉得他是 他可能 我认为他也不会笨到是故意的啦 不过就是说他确实太轻忽了 这个议题可能引发的这个误会了 大概这样了 不过你刚刚讲的对了 就说 因为苹果i15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创新啊 那所以一般认为他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一定会掉嘛 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的营收占19%哎 所以比如说有人估计他会少掉1000万只 这个是合理的啊 本来估计是8800万只嘛 那目前的估计是7800万 就比原来的少啊 那当然就没有溢价了嘛 因为这个谁谁要跟你抢啊 对不对啊 事实上那个Mate60啊 目前我已经有看到溢价超过2000了 哦 掉打iPhone了 超过2000哦 嗯 他价格已经超过iPhone了 那还是有人买 那深圳 有人卖到7800 嗯 一样是有人要买 就是这样 对 嗯 如果说就如果说不想溢价买的话 就跟三妹一样 可能要排队等了 也不知道等多久 当然大家来说到了华为 我们一直在讲到他的手机 确实很牛很厉害 而且以4G的速度 跑以4G的这个手机 是跑赢了5G的速度 来看到他的车载芯片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来看到这是14纳米的车轨级芯片 9610问世龙 有人追求做过分析 他现在已经完全追平了 5纳米高通骁龙的8295芯片 中国未来这些车载芯片 搭配中国电车出海 也是成为现在中国出口的一张王牌了吗 这个大概已经引起了欧洲 很大的恐慌了 是的 因为电动车我认为欧洲已经不可能追上中国了 所以他们只要做电动车 都必须要用中国大陆的电池 电动车的电池 那结果欧盟你弄一个不能超过65% 这个在执行上事实上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那中国大陆目前到欧洲设厂的电池公司已经有好几家了 包括林德时代 这个国宣高科 那之前还有几家比较小的都已经去了 那我认为德国即使是德国了 在电动电池上也毫无竞争力 坦白说中国电动车只有一个对手了 就特斯拉 欧洲车我认为已经没有机会了 大概只有少数的豪车了 那那个豪车就是只做给极少数人使用的 那那个欧洲有可能去用超高规格 那如果是一般性的大众车 我认为基本上已经被打败了 就是电动车 那欧洲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就有点头痛 那比如说德国 他就比较早采取了 他跑来跟中国大陆合资 因为德国的汽车公司 他的营收有百分之三分之一在中国 所以他非处理不可 不然他会有很大的损失 还有你刚刚讲到 这个华为的 我们说那个14奈米的车规级的芯片 你刚刚讲到的 这个9610 这个9610A的芯片 他已经跟高通 那个骁龙8295差不多了 我跟你讲 这一次华为的崛起 事实上最伤的不是苹果 最伤的是高通 因为高通是做通讯芯片 那如果说华为跟中芯的合作 芯片已经可以从中芯国际来供应 那他的车用的芯片 他的效能已经追上了骁龙8295 那大家何必买高通的芯片呢 所以高通等于是在手机的通讯 芯片重伤啊 然后在汽车的这个计算的芯片 他恐怕也会重伤哦 所以我觉得第一大受伤的公司应该是高通啊 那苹果我觉得中国大陆比较谨慎 因为苹果的供应链有90%在中国大陆 所以苹果如果消费端受伤 其实也会伤害到他的生产端 那他的生产端事实上都在大陆 那他也在大陆创造了很多的就业 还有营收 还有缴税 那这一些我觉得 会让大陆有一点投鼠忌气了 所以除非比如说苹果逐渐把他的供应链 移到印度去 那可能就会开始改变大陆政府的一些想法了 不然以目前来看 我认为是有点投鼠忌气了 就觉得说那就去竞争吧 反正华为没有透过政府来打压苹果 一样做起来了对不对 而且照目前看他的订货量如此 充沛 我看做到明年都搞不好还做不完 比如说接下来到年底 一般人估计他能够做到一千万只就很不错了 我们讲的是M60 MAT60这一只 因为他本来出货量是预估六百万 他目前说提高到一千五百万 可是年底能不能出完 我坦白讲是很大的考验 所以这个就不知道要让三妹 到底是等两个月还是等三个月 ろう 对 这样 2